上帝的真理带给人的就是圣灵 弥勒菩萨约 这边佛佛老师特别引了弥勒菩萨的记 若欠 恶人修 欠至食人 欠至千百 这个欠就是度化 但是度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将上帝的真理带给人的那份圣灵 那个圣灵能够让这个人能够领受 然后每个人的那个真主人能够活过来 能够觉醒 所以这个要劝两人修比自己精进 意思就是说 我去度化一个人 他不只是度了他来求道 而且他非常非常的发心精进 比我还要精进 还要精进修行 那如果劝十一人 那福德就无量了 如果劝千百人 那就已经成为真菩萨了 如果劝超过万人 那就是当世现代的阿弥陀 那这个劝就是把上帝的真理 带给人的那份圣灵 让众生能够去感应 众人能够去感应到 能让几个人因你而真修成佛 就如耶稣能说 人若看见我就是看见了不 如等在此想一想 你身上有圣灵的存在 与圣灵的功效吗 能让几个人因你而真修成佛呢 刚刚一二宗所说的阿弥陀三个字 分别是讲述佛的法身 应身 报身 就是指指佛的意思 好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身上 让你身上的圣灵存在 发挥圣灵的功效 这个就是佛佛老师要勉励我们的 那一种复活 真正的复活 所以人心不死 道心不生 那个道心的复活 在这里呢 也是一种圣灵的展现 人身上都有圣灵 那是上帝给的 圣灵能够发挥他的功效 就是一种复活 那佛老师还给我们勉励 那个阿弥陀三个字就是 化身 应身 跟报身 报身呢 千百亿化身 那个法身 应身 报身 就是到达千百亿化身 这是指一个人 当他修成到一个境界之后 不管在任何地方 只要有人的存在 都会去学习 去读他所讲的经 说的话 就像我们不管人在哪里 我们常常会读孔子所说的话 或是读释迦摩尼佛所讲的经 或是老子所写的道德经 所以这些人都已经是千百亿化身 他们都有法身 应身 报身 无量的 不 你就超越时空了 接下来是 佛佛老师为我们解惑解答 第一个问题是 有人问金刚经 里面讲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我皆令入无疑涅槃而灭度之 那什么叫做无疑涅槃 要怎么样令入无疑涅槃而灭度之 那我们来看看佛佛老师怎么解 师尊之士 无疑涅槃 涅槃也就是没有再执着于生死 而无疑更是代表一种究竟的境界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 你如果用你原先所能理解的方式来相弃印 那也很简单 你想 在天壁宇宙间 谁是始 谁是终 谁是开端 谁是末后 谁是创造者 谁又是所有被创造者的主 有答案吗 那么在天地患有中 没有任何遗漏 没有任何缺陷 没有任何不足的境界 指的是谁呢 所以说一切众生 佛皆令入无疑涅槃 也是基督所说的 要把所有人都带回归上帝 一样的意思 这样能理解吗 佛佛老师跟我们解无疑涅槃 他这个不是在讲自己个人 入于无疑涅槃 而是讲把所有的众生都度尽了 所有的众生都度尽了 所有的众生都不再有 生死轮回的苦痛 这样子呢 就可以泣入 所有的真正的无疑涅槃 所以佛老师说 没有任何遗漏 没有任何缺憾 没有任何不足的那种境界 是谁呢 就是佛 所以佛能够入 令入于 所有的众生入于无疑涅槃 就像基督所说的 要把所有的人都带回上帝的意思一样 这是佛老师跟我们解无疑涅槃的意思 再来 第二个问题是 有人问 自己这个假我所患的一切过错 应该如何修正 又如何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 以及要如何回到上帝的身边 如何能改正己过 回到上帝的身边 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 但是要看你是不是能够清除错误的记忆 放下不有的执着 假我的错误要修正 就像金刚体上面沾染灰尘 要让它锻炼洗涤一次 则种种错误 不过是幻想 所以你越去执着假我的错误 反而是越把它放在心里 放在身上 你应该直接完全接受真我的复活 放下假我才能接受真我的复活 但是假我 常常就是有一些自己认为自己的那一些不应该有的执着 跟错误的记忆 所以佛老师说 要清除错误的记忆 放下固有的执着 那个叫做假我的修正 假我错误的修正 那修正的结果呢 要献出金刚体 那个叫做真我 所谓的金刚体呢 那个真我的复活的金刚体 它本身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沾染灰尘 如果有的话 就要锻炼洗涤 把错误的 不对的 那些妄念幻想都要去掉 那如果我们越执着假我的错误 越把它放在心里 那我们的真我就很难复活 如何能改正即过 回到上帝的身边 如果你冷难自己的真我做主 那过去的一切不复存在 因为白阳菩萨有忏悔的殊胜因缘 结要领领悟自信 这一切罪业在忏悔中不复存在 以真我为生的人 岂不就是与上帝同在的呢 好 所以这边讲悟活 是讲我们每个人的真我 如何悟活 然后佛博老师借这个问题来讲 我们都有一个 不该有的假我的幻想 而且都是以他做主 所以我们的真我就迷失了 现在要找回真我 要常常忏悔 因为人会圣贤 难免会有过错 要借着忏悔的殊胜 你看每天早上 找现象有厌忏文 有时候我们会有忏悔的一种班 班程 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忏悔 从忏悔罪业中 来发现真我 来发现以上帝同在 好 这个是佛博老师跟我们解答的问题 好 那这个是 弟子们问佛博老师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要如何才能使自信真正的护活 而不只是停留在意识及行为上的改变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佛博老师 这样勉励我们 我们的人心要 道心要活 那个叫做护活 那如何真正护活呢 如何才能使自信真正的护活 你想如果一个史诗 从弧幕里爬出来 那叫护活吗 不是 在这个世界是不可能允许的事 而且也不是真正护活的真相 所以护活当然是从心良心良子良人的护活开始 但真正的护活 还是要在护活的世界里 法界里才有真正护活的存在 好 首先佛老师纠正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 不要认为说死尸从墓幕里面爬出来 那才叫做护活 那是很可怕的 那也叫僵尸吧 所以这个世间也不允许这种事了 所以真正的护活呢 是从我们的心做起 让我们的良知良能良心 护活 佛性护活 那才是真正的护活 那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的 让自己的良知良能 护活的话 那个叫做活在护活的世界里 活在护活界里 也是我们常读 华言世界的那个活在华言的世界里 那个才是真正的护活的存在 在道理上所说的 护活都是人自秀的方法 就像有一个寓言说 整个国家的人都喝了毒井的水而疯了 只有国王没有喝 所以国王是清醒的 但因为整个国家的人都疯了 因此他反而变成不正常 大家一定要逼迫他也去喝 等他也疯狂时 大家才觉得举国正常 好 这个语言实在是很有趣 也很有深刻的一种启示 他说真正护活的道理 现在说这个护活 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自救的方法 什么叫做自救的方法 就是一个人如果都是在人心做主 人心用事 我们的道心都死掉了 道心都没有护活 那你有办法让自己的佛心道心护活的话 那个叫做自救 所以自救的方法呢 佛老师就跟我们讲一个议员了 这个议员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很有趣 他说有个国家的人 人人都喝了毒井的水而疯了 只有国王没喝 国王是清醒的 但是整个国家的人都认为国王不正常 因此就逼他也去喝 等到他也喝了 他也疯狂了 大家还觉得几国正常 那这样到底呢 是每个人都正常吗 还是每个人都疯了 那所谓的护活就是 当我们有所改变的时候 如果这种改变呢 是往正常 我们认为是佛心本性 人的真主人的护活 这样子才叫做正常 那如果往正常方面来改变 自己的那个良知良能 能够起来做主 这个叫做往正常的方面来改变自己 这样子呢 才是一种真正的护活 那如果说每个人都疯狂了 这样子呢 大家解得正常吗 其实是不正常 来我们看看 这到底要怎么解呢 如何才能使自信真正的复活 所以一个人要保持觉醒复活 灵敏的状态 必定要有心生法性 只有您才能够真正创造出 心境的法界的时候 您的复活才是真的 但现在您也是不必过于急于求成 而是一步一步踏实的做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若您真正的有自信念念清静做起 就算你不能生出净土的法界 不能实现复佛的现象 但也必定会被善天诸佛指引你复佛的真正道路 所以我也是说这些只是要大家做好准备 却不是轻举万动误解真意 了解了吗 好这个地方佛老师很慈悲 这里要我们细细的去思量一下 我们说随其心静则佛土静 所以我们每个人 我们的心也可以变成一片净土 那个叫做法界 所以叫做心生法界 也就是说心进入一种净土 但是外在呢并没有变成净土 是我的心变成净土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心就是进入了法界 也就是我们的心才是真正的护活 这时候的护活才是真 因为外界呢 那个不是我们 人家说主观超知在己 这外界的这种形式超知在人 外界的环境 五着二世也显糟糕 但是主观的心超知在我 我可以让我的心变成净土 当我的心变成净土之后 随其心静则佛土静 这外在也就跟着变成净土 所以这种复活才是真的 这种是内在真心的复活 那所以这边讲到说 结性复活灵民的状态 也就是这种心静佛土静的一种 法界的状态 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样子的一种 法界我们就会跟上天相感通 会被上天诸佛所指引 指引我们一条真正复活的道路 其实复活的道路最终就是回到老母身边 这条道路上天也会给我们指引 所以老师希望我们大家做好准备 不要轻急妄动 要从自己本身做起 先求心静 新的佛土静 新的法界能够找到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一个弟子常常觉得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在感受到三宝修持的时候 就可以跟上天契合 在旧时上常常去寻找 该生花什么样的心来跟先佛相契合 而能够发出真诚的心 让修行进步 那这一位弟子的疑问是 要请我们师尊老大人石碑 在修持三宝的当中 应该生花哪一种心 让自己的修持能够提升 应该生花哪一种心 让自己的修持提升 就像一块田地 你能期望它长成一片黎明 布满你所喜爱的花草的花园吗 如果你天天苦恼着它 为什么杂草重生 天天苦恼着它 为什么不生出你所喜爱的花草树木 有用吗 所以现在你不必烦恼 不必痛苦 也不用期望 你只要实地实行的去把 那些杂草一株一株的拔除 把你所喜爱的花草树木种子 一棵一棵的栽下去 虽然它不可能顿时之间 就成为你理想中的乐园 但你的努力 终究会有所收获 好 感谢我们佛佛老师 非常慈悲 这位弟子呢 说要发哪一种心 让自己的修持 能够真正的提升 佛佛老师的意思是说 就好比我们种一块地 如果我们也不去拔草 也不去施肥 也不去栽种 那你期望它长出美好的花草树木 甚至长出果实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还是要脚踏实地 好好的从拔除杂草开始 把我们的脾气毛病改 还有呢 好好的栽种 栽种好的种子 好比真理的种子 努力的去耕耘 这叫努力的耕耘 那我们的心中理想的乐园 就会慢慢的形成 这也就是我们最近 在筹备这个明德园 我们也就是用这样的心 要去开始除草栽种 希望这里以后变成 真正开心的乐园 旧道不必好高骛远 只要依照你的真心去做 上天必定会有明路指给你 虽然路程恳科 但相信你也能够耐受得住的 这样还有疑问吗 没有 好 坐下 所以佛佛老师最后给这一位勉励 这位弟子勉励的意思就是说 还是要脚踏实地 不要好高骛远 先从自己本身做起 心就是一块良田 那我们先把我们自己 这一块田当中的杂草 把这些去掉 这是脾气毛病 然后把它去掉 好好的努力 照着真心去做 真心 就是我们那一份真诚的心 开完班之后 会发出一份真诚的心 按着出发心去做 上天必定会有明路给你指引 只要我们有心 上天一定会助我们 三分力就给你七分助 佛佛师尊慈讯 三生四智 何谓智 智就是本性 所谓你者为智 物者为智 人有八智 就是八明 能清除八智 就叫做智 智有几种 佛说有三生四智 智智 所谓化八智 而成三生 数三生 而成智 智智 三生就是 法生 报生 化生 人本有一生 何以又为三生 其实三生是假设名字 以便初学者一名 并非有三生实体业 三生是表示修产之过程 及其结果而已 好 我们非常感谢佛老师慈悲 我们以前也可能学过三生 学过四智 但是像佛老师这样子给我们解释的 这么简单明了清楚 又很能够切中要害 真的是不简单 比如说这边讲到说 何谓智 智就是本性 何谓迷 迷就是识 所以八识的这个识 就是八迷 这样的说法 非常清楚 意思就是说 我们转识成智 就是把这个迷 转成物了 转成智慧了 所以要清除八识 就是清除八迷 让我们能够 做个有智慧的人 那至于这个智慧的智 有几种呢 佛就说了 有三生是智 那这个呢 要怎么做到呢 首先要化八识 回三生 那这三生呢 才有办法转成是智 所谓的三生 就是法生 报生化生 我们以前在讲这个 化生 报生化生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讲了很多 这个形容 但是呢 佛博老师提醒我们 所谓的化生 报生化生 其实呢 它是本有一生 一分为三 十三生都是假设的名词 那为了让我们初学者 容易明白嘛 所以给我们 这种假设的名词 并不是有真的 有三个实体 这个很重要 这个观念很重要 我们 我们以前也许想错了 以为有三个 所以 做了很多的比喻 跟说法 什么是化生 什么是报生 什么是化生 其实这三个都是合为一的 那只是 三 生只是一个假设 没有真正的三个实体 在那里 那只是一个修禅的过程 及其结果而已 这句话也很重要 我们要好好去参入 什么叫做修禅的过程 法生就是清净法生 及你本性 出出世之生 无染无无之生 报生 就是圆满报生 等于你之智力 能找别是非 化生 就是你的行为 做千万亿之化生 做伤化伤 做农化同 好 法生 就是 我们的清净法生 也就是我们的本性 报生 是我们的智慧 智力 那是圆满报生 那化生来自于 初出世的时候的 这个 这个身体 他 刚开始的时候 就像小孩子 非常的纯洁 纯真 那是无染无污的 无污染的 自身 那这个报生呢 就是 因为我们的修行 我们的努力 修持 那我们呢 智力 智慧能力 不断地提升 这种智慧能力呢 可以鉴别一切的 是非 对错 所以这个就是报生 那化生呢 就是我们的行为 我们做什么 就成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做 千百亿种的 化生 可以做伤成伤 做浓化浓 做工 就成功 做老师 就成功 那各种各种的化生 这个对我们而言 只是我们所做的行为 行为呢 是为了成就 我们的清净法生 严满报生 就是看我们做什么 但最终要不离开 我们的真正 严满 清净的那个法生 也是那个报生 智 树三生而成四智 所谓四智 乃由八世而成 判破八世 四智则生 四智是从八世中 哪一智成 哪一智呢 之分数如下 第一智 乘所作智 系由眼耳鼻舌生 五四众和而成 就是入此五根境界 而不乱其本性 第二智 妙观察智 必由第六智之一 智所成 就是入诸智之中 能分别是非 不起妄念 第一就是成所作智 这个成所作智 就是眼耳鼻舌生 这五个 那我们会跟外界接触 然后会产生 一些受外在的影响 那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好 这五世 就会变成五贼 有时候也加个 眼耳鼻舌生意的话 就变成六贼 他就会乱我本性 那第二智呢 叫做妙观察智 这个眼耳鼻舌生意的 那个意识 意识就是我们清醒的时候 我们跟外界接触 会在我们的意识当中 产生一些作用 分别啦 还有情势的作用啦 等等等等 那这个是入诸智中啊 它有个作用 就是分别是非 所以我们要妙观察智 就是说 我们要能够清楚的 这种示灰对坐 要很清楚 那种叫做妙观察 而且不起妄念 那就是妙观察 第三字 平等性智 信由第七世之莫纳世 又叫传达世所称 就是对于诸臣中 不起正爱之想 有一切平等之心 无人我自卑 善来善受 恶来恶受 亦所谓圆满报生 恕而成此志 第四志 大圆敬志 系由第八世之 阿赖耶氏 又叫寒常世所称 具有寒常之力 苟三志均能使道 第八世清静无瑕 明亮无碍 如大圆敬之 无忧不拙 动策一切 此乃数法生 而成名敬也 好 第三字呢 就是我们的 八世里头的第七世 叫做莫纳世 这个莫纳世又称为传达世 要把莫纳世修成平等性质 这就是第三字了 因为我们的莫纳世呢 是我们人在 红尘中 在诸臣中呢 我们会有很多的 跟外界接触之后 所生起的爱恨 情仇 这个言而彼此生意所带进来的 那个喜怒哀乐 验证 等等这些 验证爱 等等的 这些呢 如果我们能够一切以平等心 无人我别 善来善寿 恶来恶寿 能够修成这样子的话 这个第七世就变成 严满报生 这一第七世也叫做平等性质 那第四世呢 第四世呢 就是大言尽质 指的就是我们的第八世 是阿赖耶诗 也是寒常诗 寒常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所有累生累世 很多都藏在这里面 所以它好像是无量无边的那种 寒常量 把我们累生累世都记在里头 那但是呢 记在里头也会产生影响 所以种子心献息 献息心种子 这一生这一世又会把它藏进去 累生累世又会跑出来影响我 所以让我的心不够清净 也静不下来 所以第八世呢 如果能够修到清净无瑕 明亮无爱 如大言尽之 无忧不拙 动策一切 哇那这就是 严满的 化身 爆身的载线 那个叫做大圆 静制 好 那我们非常感谢佛佛老师 这么清楚的来帮我们讲解 这八世 也就是转世成智 三生四智 提问 这个地址呢 问了 佛佛老师一个问题 他的意思是说 他总是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 会觉得可能要固定在某一个空间某一个时间内 让自己能力有所发挥有所贡献 但是又不能 所以他感到很苦恼 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节者 还有 他有时候呢 想要去关心身边的人 但是又没办法待在这些想关心的人的身边 因为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所以没办法真正在他身边陪他成长 所以感到苦闷 这样的问题呢 佛佛老师怎么来回答呢 履行责任 按进化自己 你这个问题应该由你自己解答 或者就是悬吊在最深的希望和最深的痛苦之间互相摇摆 人既然活着就面临非常多的选择 但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 就是看自己的决定 你所要抉择的条件 我也是希望不是放在表现自己 或者发挥空想理想而已 而是要放在与行责任而进化自己 佛佛老师在这边 真的是切忠要害来跟徒儿们解答他心中的困惑 这个老师的徒儿 他的问题就是 他很想在某一方面发挥 但是却不行 他希望在某一个地方去关心 他想关心的人 但是却又事已厌为 所以他很苦恼 这样的问题呢 佛佛老师说 重点不在抉择 重点也不在放在你 应该是 佛老师说 希望你不是放在表现自己 发挥空想理想而已 而是要放在理行责任跟进化自己 理行责任 比如说我们人本来就应该我们要完成的 比如说我们的愿力 使命 责任 我们借着我们该做的事 一方面也是进化自己 如果我们常常有这种烦恼 那就进不下来 所以佛老师说 活着就是闲掉在最深的希望 跟最深的痛苦之间 互相摇摆 这句话的形容也真的是很贴切 人既然活着就会面临很多选择 一定的 那最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都要看你自己的决定 如果这个工作这件事 并不能让你履行你为半道人员的责任 也无法进化你修道的心 那你不如先放弃它 如果它能够让你履行半道人员的责任 又能进化你修道的心 那你就应该全力以赴 当然事情是没有重量可以衡量的 但是你的心应该可以看得清楚 你目前做了最应该做的抉择 也许虽然也许不是最对最好的抉择 但你要相信 只要你有能力 你有愿力 你其他的工作与能力 都将有发挥的一天 先做对你重要的 这样明白吗 佛老师这边很慈悲 他给他点醒说 就看你目前你所做的 如果能够让你觉得你在履行你应该做的责任 有进化你的心 那个才重要 有时候我们会想说 我的心虽然在 我人虽然在这边 但是我的心不在这边 因为我很想去哪里 或是很想在哪一个地方 或是很想做什么 要花挥什么 那代表我们的心 跟我们所做 并没有合一 这个时候呢 就反而心不能清静 反而不能真正理行 我们应该有的责任 所以最好就是 认清自己应该做的 努力把它做好 心自然能够定下来 只要能够定下来 就能够静下来 修道也就是在进化自己 这个才是最重要 这一个弟子所提的问题 很多 总共有五个 他说弟子想知道 上天现在度人真正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因为我们要历厌清口 就是要历厌 要发厌 要度几个人 才是多少 还有一些厌历 弟子想知道 现在度人究竟是 一 我们只要向道卿开口 介绍道是什么 修道的好处 然后请他来跟我们 互相学习道理 这样就算度他 还是说 我们必须带这位道卿到佛堂 跟他讲两三次的成全 第三呢 就是说 我要引导这位道卿 一直不断的成全 直到他求道为止 然后在龙天表上 有记录着我这位 道卿的隐私或宝师吗 或者是说 要引导这位道卿求道 不断的给他成全 直到清口为止 像我们今天这样 才算度一个人 第五呢 除了引导这位道卿求道 亲口不断引导之外 还要让他达到明心见性 回到无极理天为止 这样子才算真正度了这个人 那究竟上天度人 真是在标准什么 所以佛华老师来解这个度人的真意 然后他首先就问了 那你是说 志向表上度人的定义 还是对于上天 对于真理而言 度人的真意 那这个志向表就是愿力 就是每个人最后要荡愿的时候 有一个志向表 志向表上面有一个 可能有一个跟度人有关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度人意识呢 还是对上天对真理而言 好我们来看看佛华老师怎么解 当然度人是要尽力度到他成佛 没错 立志向并不是计划表 不可能你决定要做什么 到最后就一定能达到 所以志向表是效法佛的愿力 诸佛菩萨发的愿力 可以说是无限量 但是遂土人间依然存在 悲惨的世界与地域仍旧存在 因为诸佛的愿是愿 但众生的心仍是心 所以上天希望你们立下志向表 是要你们立下道种 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你要剥下许多许多的道种 这个地方有一个佛华老师 给我们指费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做一些事情 尤其修办道 它不是一种造表操课的事 有时候我们要懂得 因死因地因人活泼玲珑去应变 就像你讲道理 你要度人不可能同样一句话 讲给不同的人听 他们都会有同样的发心来求道 有时候说因死因地因人 有所不同 然后呢 每个人的发愿 那个是真正来讲 是个人 是最重要的 所以诸佛菩萨的愿力 他们都是无限量 可是呢 他们不会因为说 我花了这么大的愿 可是世间还是一个晦土 还是这么悲惨 所以干脆我不要发愿好了 因为众生还这么多 战争啊 各种灾难还这么多 可见我花的愿没效 他们不会这么想 因为诸佛的愿就是愿 众生的心还是心 这句话就很有内涵了 重点是自己花的愿 众生的心还是心 还是众生的心 所以上天希望我们立下 这个志向表 是要我们立下道众 在你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那你要多播这些道众 有那个愿 可以去努力 也许一下子没办法达到 但是呢 生生世世去努力 一次又一次去努力 总可以达到 因此如果你志向表 上天五百个人 在一年内 你要度他 你是绝不可能 保证这五百个人 都来求道修道的 但立志是对你自己 与上天的承诺 你至少要在这一年内 真诚不懈认真 并且有耐心 有明星的向五百个人 开口介绍道的好处 引领他道的真理 即使他最后还是没有接受 但是你也算是 有做到度人的行为 这样了解吗 佛老师很慈悲 他打个比方 就是说如果我们填了 要度五百个人 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 很高的数字 很不容易做到 但是呢 能不能做得到呢 也许我们努力最重要了 也许不一定能做得到 但是我们有努力了 譬如说 我们在这一年内呢 我们有耐心有恒心的 向五百个人 去开口介绍道的好处 去度他呢 然后我们的真诚 不懈的认真 我们不会因为呢 度不到人 也许开口个一两次 度不到人就不想再度了 就那个怨的力量就没有花出来 这怨的力量就是说 我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不断的努力 能不能做到五百个 那有时候进人事 这一点 上天取的就是我们那个心 而不是说你真的 是不是完成了这五百个 就是说你借着这个来成就 你那一种真诚不懈 努力度人的那一份 那一份心 也是对上天承诺 力量就像是像银行贷款一样 你没有钱贷一栋房子 而你有阅历就像是像上天的银行贷款 但要在期限内完成偿还清除 从此以后你自己就有居所 有力量能办更多的事 所以力量的出发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上天并不要求你们把力量 抑制向当作保证书 如果要你保证 没有一个人敢 白胸脯说自己绝对能带几个人来求到 那这样你的志向就会大大收水 你的大心也会退缩不前 希望你们花大志向 让上天有更多帮助你们的空间 好吗 佛老师很慈悲啊 他又挤了一个比方 就好比说 我们买房子啊 我们一下子筹不了那么多钱 我们向银行贷款 那一种承诺 那是银行的承诺 那银行带给你 那你就要慢慢去赏还 同样我们今天立的愿 好像也是对上天的承诺 但是上天不会马上要求你 你就一定要做到 看你的发心 就好像银行 就好像银行会看你的信用 那上天是看我们的发心 我们的愿力 那这个愿呢 就当做保证书一样 如果你能够 就好比说 当我们保证说 我敢开雄谱说 我绝对能够带几个人来求到 那万一没有呢 怎么办 那志向不就说谁 所以不是这个 你讲多少的 那个大话的问题 而是说 我们那份心 是不是能够持久 能够不退说 有这个愿力 继续去努力 那你到立志向这一关之前 可以不要再想这个问题了吗 好 还是不想这个问题 开始想其他的志向 要怎么天呢 大家的心要有凝聚 以免到时候 连立志向那一关都走不大 好吗 好 最后呢 佛老师提醒他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立志向 比较重要 而不是去想说 那些很细节的问题 就是我立了志向之后 我要怎么做 怎么做 然后想了一大堆 到时候都没做 其实愿力 那一份心最重要 这佛老师告诉我们的 你立了愿 有那一份心 其实上天就会助你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有大愿力 必有大智慧 当我们立了大愿之后 智慧就会跟着 一方面的来 而且真心做了之后 那就很多的感应 助力 各方面都会来 想做好复活的准备 那接下来是一些 佛老师跟图文们解惑 那这里提到的问题是 太太想要度双方的家长 但是双方家庭都做杀业的 可能开餐厅卖婚的吧 或者是跟这个有关的 那经过六年了 一路以来真的是不容易很辛苦 对不对 可是都没有具体的成果 那他有很大的困扰 想请佛博老师来开始 你觉得很困难吗 为师有为师该度的人 你也有你该度的人 所以你该度的人 总不能让为师替你找方法 但是你要从你非常自诚的 由衷的发出一个善念 就是把对方看作自己 你要想他与你本是 无有分别的同一个理体 因此他犯的错误 你也要当作是你犯的错误 因此你要对他所造成的那些罪孽 多加忏悔 请求原谅 一直不断的清除那些邪恶 污秽的逻辑 好 这一份用心 佛博老师提醒我们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 民事的地址好好学习的 就当我们想要度一个人 但是又觉得 不知道该怎么度 或者是讲了也 度不到人 好像都没用 但是对方所做的又是 在看在我们眼里 像很不好的沙耶 每天都在做这个事 我们很想度他 对不对 所以佛博老师说 这个人是跟你有缘的 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因言 要去度他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度的人 为师有为师该度的人 老师是这样讲 你也有你该度的人 因为这个人跟你有缘 那怎么办呢 那就要发自成的心 发一个善念 把对方看作是自己 对方就做杀业 就好像自己在做一样 对方在患错 好像自己在患错一样 那你就会 有那一份很大很大的慈悲心 要赶快 能够度他 因为呢 我跟他是没有分别的 同一个灵体 他患错 等于我患错 他没有求到 他没有修 他没有得救 就好像我没有得救一样 所以众生不度尽 事不成佛 所以他造了很多罪孽 需要忏悔 请求原谅 那我就帮他 多忏悔 回向 然后请他赶快来求到 所以一直一直的 不断的 为他去清除那些 污秽的灼气 有一天他会感动的 但要清除这些灼气 并不是用排斥的心 去清除他 而是用忏悔 感恩的心去清除他 你要一直在心中认定 现在在造罪 造业的对方 也是清静的本体 用这样的心去看待他 帮他度过这些业障难关 这样明白吗 从你的心去做这些事 也许听起来很不实际 但是其实效用更大 为师没有什么方法教你 但你多求上天 祖师以及诸佛帮忙 一定会有天力的加持 明白吗 所以佛老师勉励我们 一个人如果在人世间 做了很多 叫做灼气 因为杀业 那我们不要因为他在做杀业 我们就排斥他 而是应该要帮他去清除 要用忏悔 感恩的心去清除 等于说 你要一直在心中认定 现在在造罪 造业的对方 也是清静的本体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跟他是同体的 然后他在造业 他在造罪 其实他的本体也是跟我一样 是清静的 只是他现在在造业造罪 所以我应该要赶快帮助他 让他也能够清除这些灼气 让他懂得忏悔 感恩 当然这个就是度他 那度他等于度过业障的难关 所以佛老师这样的勉励 真的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每个人当我们不明理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些很不好的 叫做浊气 叫做阴气 叫做不好的 比如说我们常常杀身 或者是常常 做一些跟这个有关的事情 杀业很重 那个浊气一定更重 所以我们不要排斥他 而是应该要真正的发慈悲心 来帮助他 度化他 那只要我们那点心 上天也会助我们 好 再来呢 这个是担心自己 没有足够的智慧度人 可能有一些弟子也会这样子 就觉得自己能力不足 智慧不足 那很想度人 但是度不来 但又怕 自己没办法 真正引导 道清 度人 却因为这样而耽误人家的会命 好 我们看看佛老师 怎么样来为我们慈悲 至尊词是如何度人成全能 你现在停一停 想一想 是不是已经觉得 佛老师会对你说什么话了呢 幸运在刚刚 至尊老大人的回答中 是已经有想到 可能是那个道路 你静下心来 想想自己的难题 然后想想上天会怎么回答你 你就会有答案 这样有答案了吗 有这么快 他算你根基还不错 不过以后也是多如此 那相信你会解开很多疑问 尤其很重要的一点是 把所有对你的批评 无论是善意的 或是恶意的 都当作是上天给你的讯行 借此来修正自己 精进学习 那你就更能软化 更能提升 好 坐下 所以是尊老大人慈悲 好 我们方才所读的就是这一位 首题的问题 然后呢 当老师解答完后 他又问老师说 觉得自己智慧不足 怎么办 那老师就跟他讲说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把所有人家对你的批评 无论是善的或是恶的 都要当作上天给你的信息 这句话很重要了 其实我们都希望上天给我们很多的信息 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可是呢 上天给我们的信息 不见得一定都是善的 也有可能是恶的 比如说 听到人家对我们批评的话 讲一些坏话 叫做恶意 可是这个恶意呢 不见得就不是上天给我们的信息 他有可能真的也是上天的信息 只是上天要借此来修正我 所以借这个人来讲出来 所以有人批评我们的 哪边不对 有什么过错 我们要感谢他 因为呢 他也是代表上天在传达我们信息 借此来修正自己 来精进学习 那让我们更软化 更提升 也就是说 度人一定要用和气 和和气气的 修太和 才有办法度众生 才能够提升